通过内测爆料,很多朋友发现乱石封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剧本,尤其是队伍搭配多了一些新的选择,但是SP马上的地位几乎不受内向影响。 首先多了一个核心战法,可以通过踏硬复制获得,队伍的共层也变得更为轻松。 当然,更重要的是一些国策队武将的加成,让一些老牌武将获得了增强,预计登场率会大大增强。 1.曹操森坚全兵种适应性变为S,从这里据说有人分析出来新武将或许是SP森坚,不管是不是SP森坚,曹操的全兵种适应性提升肯定会产生一些不太常见的组合,毕竟曹操的辅助能力还是很强的。 不过曹操和目前的老森坚这种增强对SP马上还没有任何太大的威胁。 2.阿迪秦雄,董卓自带战法兵论伤害提前至第二回合,吕布天下无常发动力提升,突击战法降低,且每次普攻后获得10.5力,持续到战斗结束。 这两个武将测试服也是大家各种测试最多的,不过董卓最怕的还是当风。 吕布放弃突击带反击或者被动战法依然也是被当风克制的挺厉害,而现在SP马上依然是当风的优先武将。 3.移级战法出销期间,戴藤甲有盖利免疫灼烧,没啥用啊,戴藤甲也是SP马上的菜。 滑驼发动刮骨撩毒有盖利全体进化,倒是增强了不少,对SP马上克制也不是太明显。 4.周瑜,SP周瑜作为副将时可触发主将效果,新基本周瑜队伍依然强势啊,这个国策相当于队伍多了一个武将享有主将效果, 不过老周瑜对SP马上的打击啊,主要是得益于配合SP领盟,领盟等这些武将的指挥控制。 零宠自在战法必定选择主将,这个是让大家改身上强做主将去玩无奇的意思。 其实盛气无奇,也依然是周太做主将打马上会更好用,毕竟马上的机制是希望对面主将行动快于副将。 5.下额员增加减伤效果,诚意主动战法发动力增加,虽来说增强不少,但是对SP马上没有任何威胁。 6.关于SP关于盾兵属性提升S,张飞副将也可以触发主将效果,这个主要是桃园极大增强,对马上群攻打击是最大的。 不过,成型速度过慢依然是个大问题啊,我想应该很少人会以桃园作为一对啊。 SP马上的开放速度发音能力,桃园是根本比不上的啊。 尽管罗建的环境啊,各种针对SP马上的手段不但增加,但是作为有SP马上的满红号来说,还没人有那么大的勇气,会去放弃SP马上。 SP马上玩得不舒服,没SP马上会玩得更难受。 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恶心的环境,明知道大量被针对,还要硬着头皮出,即将到来的新剧本依然如此。